另外來看的是 由美國大學理事會贊助 洛杉磯加大 UCLA 孔子學院 與美國國家語言管理委員會 合辦的漢語老師 來美教學計畫 已經進行四年了 但是今年卻是第一年 有上百位老師 從中國來到美國 直接走進校園 與學生面對面互動 絕大部分的學生 也是第一次接觸中文 在新鮮嘗試中 體驗並且學習中華文化 漢語老師來美教學計畫 在今年共有187位老師 先在北京師範大學 進行六週培訓 再到UCLA進行十天密集訓練後 被分派到全美30多州的 公私立中小學 進行為期一到三年的 漢語教學課程 希望透過擁有正宗漢學背景的 老師指導 讓美國學生認識 最道地的中華文化 有只能說中國學生在美國 其實可能中有很多 多年來中國人 不等了解法 或者不是教學學習中央 所以那些學術 自來自中國 所說的 他們都很精緻 對策略 在査種疾病 很貴重 在某些情況下,我們所擁有的地方 從中國也未曾經曾經訪問 所以這些學生當然正在教語 但也在這方面是參加者 就在教中國文化、歷史上 學習中文和用中國文化 他們很感興奮學習中文和用中國文化 課堂上,老師們採用沉浸式教學法 以純中文解說 帶領孩子學習中文、數學、書法、功夫 與多項中國傳統記憶等 让美国孩子在寓教娱乐中增加学习效率 中国老师也在教学中认识美国课堂文化 教中国的小孩他们就可能会跟你做 就是动作可能会比较一致 然后美国的小孩可能有自己的想法 比如说我教出拳往这个方向的话 他可能会加上自己的动作 然后对他会比较有自己的创造性 对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中西文化交流的体验 让我们能够了解到美国的小孩的特点 然后希望我们的中国文化 能够结合美国小孩的特点 然后让他们了解到 自2007年以来 已经有800多位老师参与这项计划 社会学生超过10万人 而学中文的美国学生人数 还在逐年急速成长中 我11岁 我想学中文 我认为我年轻时会需要 我认为新人 发展新的东西 新的文化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拥有这个很好的机会 因为我认为 我认为这些机会不会有很多机会 所以我认为这些机会 现在已经很棒了 所以大家在那边 从那桌上开始学习中文 这是一个很好的语言 UCLA孔子学院欢迎更多南家学校 踊跃申请2014-15学年度的汉语老师 来美教学计划 帮助更多南家学生 有机会学习中华文化 谢谢 谢谢